12月7号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 欧盟领导人会后积极评价此次会晤 同时表示高度关注贸易不平衡产能过剩等问题 在8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此次会晤明确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方向 双方同意发挥好中欧领导人会晤 和五大高层对话的引领作用 加强对话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增强中欧关系的稳定性互惠性 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予以会见 理想总理同欧盟两位主席进行了会晤 双方就事关中欧关系的战略性问题 中欧各领域对话合作 双方重点关切 全球治理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的看法 双方认为此次会晤坦诚深入 富有成效 增进了中欧双方相互了解 深化了战略沟通 凝聚了合作共识 对于欧盟领导人高度关注的贸易不平衡 产能过剩等问题 汪文斌指出 中欧贸易现状是宏观经济环境 国际贸易条件和双方产业结构 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希望欧方客观公正看待 产能过剩问题 不要以此为由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畅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将继续向欧洲开放 我们欢迎欧洲企业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带来的机遇 同时我们也希望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 对华出口限制 这将有力推动双边贸易更加平衡发展 毛文斌表示 中方运同欧方一道 落实好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重要共识 坚持伙伴定位 坚持互利合作 坚持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